车真的是开够了 同一件事情 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让你进入到那个氛围里 那才是我真正想要的 我觉得我这期节目 应该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开EQE的第一周 要见一个朋友 这位朋友 大家可能在网上已经见过他 哈喽 子彤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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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握个手是吧 给你别上这个麦 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七百万的大博主 子彤 没有没有 跟大家打一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子彤 时尚旅游博主 车已经给你带来了 你看看吧 这个 心心念念想看的奔驰 我很喜欢那种弓形的设计 就是很滑 很韧的那种感觉 这肯定很喜欢 对对对 像你现在开的那台车 而且它整体会更靠厚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它就有一种 叫跑的那种感觉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低风组的设计吗 对 这一块是低风组的设计 哦 这个是AMG的 对 就加上这样的小盖板以后 这台车可以多跑 19 20公里的一个续航里长 所以它的设计是有小的全庙在的 这个它也是可以缩起来的 你关一下看看 哎 缩进去了 然后再按又出来了 这样特斯拉那种是单边开 然后它是一个双边开的 奔驰的几台概念车 都用的是这种 很多小logo小logo小logo 新灰放在里面 很好看 很有设计感 对 要不要进去看看 可以啊 来 你做主架 哦 谢谢 哇 白内饰 好看哎 和我今天还挺搭的 你会喜欢白白黑的 我喜欢白色 但白色有点不耐脏 哦 对 但是你说这个颜值是第一个 这里是叶金瓶 这里是一个叶金瓶 对 两块 然后你再看前方 哦 有苔藓 这还不是一般的苔藓 苔藓 第一代叫C 第二代叫W 这个叫ARHD 所以呢 它会投得更远 它显示的信息更加丰富了 你的导航信息 那我一会儿再试试 自动驾驶等等都在里面 对 很棒很棒 然后你看那个中控的那块板上 这个在天色暗一点的时候 它全是小猩猩 就觉得那这就是我的车 你喜欢 就这种感觉 简约又优雅 就是这种感觉 你干时尚博主 你肯定一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美的东西 有点像是一个美术馆 对 就是一下子就觉得 好像人和车的关系都近了 虽然我也是开过百万豪车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 奔驰在我心里的这个豪车品牌的定义 一直是在就是我心里比较靠前的 奔驰和马莎谁靠前 不要问这么致命的话题 但是这两个在我心中真的是最爱 因为我也是以前的奔驰车主 但凡是个成功人士 谁还不是个奔驰车主的 对 对 是的 这样你再看看 我去买点杯咖啡 好的好的 现在的想法就是 马上下一步就换一辆电车 因为油车真的是开够了 咱们出去转一圈 陪你开开车 好 有没有觉得这个拐弯半斤特别小 有 稍等啊 这里一把绝对过得去 你看 过得去吧 因为其实它车身得有将近五米 对吧 然后五米长 五米长 它的轴距要三米多 女生其实开大一点长一点的车 还是会有这种恐惧的 掉个头了 嗯 冰个线了 会觉得比较费劲 但是就感觉这个刚刚拐这个弯的时候 特别轻松 对 嗯 往左一把打过来的时候 那个后轮呢 就往右把十度都偏过来 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现这台车真的 我们昨天做一个比较 就这台车和另外一台车过一个掉头的时候 明显这个会轻松 完全不一样 就是这个几乎就是两条半车道就完全可以掉头了 但另外一台车需要跨三条半车道 对 你看了哪几台车 一定看过特斯拉 对对 但是自打它的就是网上的各种事故啊 一多起来 你怕这个 对我怕 我觉得新势力还是跟这些利别品牌有一些不太一样 但它来的更加前卫啊 你比如想哈 特斯拉 把高阶的驾驶辅助都给你了 特斯拉呢 把这一块全部各种剪下来 特别 就变成了一块大大屏 把所有的功能全部放在这个平板上 对于我来说 我并不那么需要 我还是喜欢这种物理按键 就是有一些物理按键要有 最起码BBA在我心里 是我初始觉得它这三个品牌是值得选的 你知道你现在那台马莎 整个底牌也是奔驰的吗 不知道 这奔驰当年给的 哦 原来是这样 奔驰给的平台 哇 我要拍张照 你看今天这个 天很蓝 很漂亮 手机没拿 发我一张 哇 所以它这个带石井 带石井啊 这个就是你现在前面的石井 它是拿来识别你的交通信号的 看到了 看到了 这个红灯在这就可以显示出来 有一些东西足够就好 够了 不能再多东西了 反而经我觉得是一种高级 你看到它傍晚的氛围感吗 我在网上有看到开氛围灯的时候 哇塞 我觉得太浪漫了 就是把人 把科技 然后把这种豪华感 就融入的恰到好处 就是当你把氛围灯打开 然后听着柏林之声的音响 就是沉浸在你自己那么一个小的氛围里 对 因为我家里我就弄影音室 然后影音室我家里还特意弄了这种星空啊 所以当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 我觉得妈呀 这不就是我家里的影音室吗 车它给你的这些科技感 还有这种豪华感 你必须要把它融合的非常好 融合在那个状态里 让你进入到那个氛围里 那才是我真正想要的 现在有很多的网上的声音 是这么来评一个奔驰车主买EQE的 别人都是双电机 它只有单电机 别人车里都有四块平 三块平 它只有两块平 我看了这么多汽车博主的结果 有车评 对 我难道还不比你懂车吗 你花一百万就可以买到什么车 百公里加速3秒5 对 我就想说那又怎么样呢 所以如果你要买这台车 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准备 那我就不怕 因为我在买马莎的时候 我就完全不在意别人的任何想法 我觉得我这期节目 应该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因为但凡你说它的一点好 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它 就是那种 你在开着这台车的时候 你又会觉得 你其实带路的语境是不一样的 首先你不是一个去追求 有多少东西 有多少东西的一个人 而是说我在买这台车的时候 我首先追求的是 我要认同奔驰这个品牌 我认同这种生活方式 不一样的一些理解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个瞬间 是我每天忙完一整天的工作 9点多 给他们打完最后一遍电话 然后我觉得筋疲力尽 上到车里的时候 这个是暗的 这个是暗的 这些灯忽明忽暗的 在一个角落出现 我根本不用去想 他会跟我说话 他也会跟我 去提醒我一对 没有 然后我就安安静静 开着这台车回去了 生活已经让我很辛苦了 我不想要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 再让自己那么的心理交瘁 05年还没有微博 博客 博客第一批博主 我是博客 就是第一批旅游博主 你是跟韩韩一批的人 没有 人家那会儿都多厉害了 我一定要 就算买一个性能车 我也要在BBA里买 所以最后选了C63 AMG 对 所以那会儿就觉得 只有这个车 才 当时觉得才配我 一个C63了 你当时觉得不满足的 还有什么 就是想要变得不一样 和别人不同 就是年轻嘛 就像我跟你说 就是什么都想要 那你现在买一台车 还希望得到别人点赞吗 那就是人过了35 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真的不在乎别人 怎么看你了 对 因为我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关我什么事 就是我喜欢就够了 所以人生不过八个字嘛 关你屁事 和关我屁事 对 你对里程有焦虑吗 里程会吧 有时候因为我旅行嘛 经常会可能去周边去自驾 可能会去到河北 甚至我跟朋友们开车去过山西内蒙 这些地方还是有的 也是对这个有那么一点担忧吧 但你现在为什么有考虑电车呢 因为我有研究过这辆车 说它的那个里程是可以跑到 就是五六百公里 所以你不担心充电吗 充电我看你们的评测 不是说它有快速充电吗 至少在就是50分钟以内 就可以从10%能冲到80% 我就说可以啊 一个小时我直接开车 开到某个那个 就把服务区干嘛 休息个一个小时吃个饭的时间 基本就满电了 我觉得还挺好的 所以你们原来的奔驰车处 对于借台EQE的评价还挺高的 那个西山 那个是旺金SOGO 对 看到了 中国专在哪呢 在那 在那 今天天气真好 明天咱们打算 明年希望能恢复旅游吧 然后 最希望就是能世界旅行 我觉得最奢侈的 就是一段的时光 然后在那段的时光里面 我们开过一台什么样的车 我们和那台车 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 附加做过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奢侈的地方